在二十世纪末的五十年 金门的晚上没有路灯 金门人没有夜生活 每隔一天就必须在 隆隆的炮声中入睡 这是战争时期的实况 也是历史的记忆 那几年都是在躲皇宫中的日子 整整童年大概十几年的这种 就是习惯性了 晚上吃饱饭 哪里都不敢去 只要是大家晚上 就躲到皇宫中里面去 那当然心理还是存在恐惧 这个战争 也把金门人折腾够了 甚至我们都牺牲了 晚上哪里都不敢去 也养成晚上不出去的习惯 时至今日 金门的天空不再战云密布 只有从823战事馆的展示中 完整见证当年文明中外的 823炮战的应有事迹 位于金门西北部的古宁头战使馆 就建立在大战遗址上 整个区域从道路、塑像、路边战车 都清晰还原当年情境 在战使馆内 则以文字记录当年战况 看到这个古宁头战使馆 我心里很有感慨 因为它几几乎是改变了 我们的一个生活形态 也把我们真正带到了 战地的一个氛围 古宁头战使馆 将重要的历史世界完整重现 经历过的人在此追忆平调 来不及参与的人 则寄予无限惊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